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于是网上针对龚俊的骂声一片 把不让就餐和怕被拍关联到上下语句 并创建的难听的形容词贴传播 剧组也随后做了声明 两位主要演员也做了转发表明歉意 剧组声明主要在解释就餐原因和剧组人员积极配合消杀工作 如疫情期间签订场地租用协议 剧组人员按照疫情规定展开工作 场地消杀 全员三天一次核酸检测 测量体温 即视频捏造不实信息和隐私泄露保留追究权利 网友不依不饶 并且看出矛头所指 热心群众只关心一个主体 就是龚俊 并把这件事上升到了防疫大忌和明星特权 或 哪点都要人命 那么我就从两方再回忆一下 龚俊方 先抛开正义网友不认可 但实际上存在的客观条件 就谈龚俊一行人店内就餐 这个事儿有疏漏吗 有 当然有 作为对龚俊先生很有好感的本人 不避讳这个问题 不提前提 就是店内就餐了 但有大的问题 后果和主观行为吗 没有 当然没有 青岛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有千万人口吧 是否城市完全停滞了 在倡议的第二天 全市的店面是否都关闭了 是否明确贴出不可以店内就餐的告示 是否能立刻马上做到全员立刻停业 全市可以流动的人口 是否没有一位在店内用餐 这必然是个统一但有时间差 甚至有个别为了生活隐瞒的商人 所以监管人员肯定也付出非常大的精力和辛苦 比如我们封闭小区时候 要求立刻封闭园区便利店 我们都要求再开一会 卖到我在关门 不是吗 当然 我们是公众人物 是神 不能容错 要提高自身要求 就不能谈这些实地一些客观情况了 就谈本身 就说龚俊剧组吃饭 那是否是蛮暴行程了 是否是冲破封闭关卡了 是否造成恐慌或者骚乱 还是居家隔离中私自外出 是否是扩大防疫事态 还是和防疫人员有肢体冲突 甚至是抗拒执法了 并且谈回前提 实际上不论你质疑与否 最起码 一 剧组吃饭一定是和店方队接过的 且封闭包场 是先安排确定的 不论你喜欢是否他们 事实就是他们是明星 是剧组都去就餐 不可能随随便便大摇大摆 进一个饭店吃饭 二 能拍戏能流动 且刚刚下达倡议 网传当时这个区域疫情相对不严重 那根据情况也是可信的 三 很好理解这是剧组在一起 与店方协商后的工作餐 并不是个人聚会就餐行为 四 没有主观故意和客观造成影响 剧组和两位演员 也第一时间做了声明和对引起舆论致歉 所以网友想要什么 某些网友询问是否他们也可以包场 这就是台杠和挑衅了 剧组在当时的情况下评估选择了认为适合可行的方式 可能没考虑到当时前一天倡议下最合乎的方案 甚至也可能是考虑到了 认为协商后封闭包场条件下只有剧组这样是符合倡议的 但是即使无意 也同时没有主观去造成影响 并且也没有造成影响 而即使你真的有意为之 偷偷去楼下吃了口饭但没抓你 是不是你也是特权 没有拘留你 是不是你也有后台 关于殿方 监管局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勒令立刻停业处理 这更是依据相关规定 甚至是会常见很好理解的处理案例不是吗 在谈热心群众 正义网友 正义网友对剧组官方声明不买账 加大了对龚俊先生的监督 了解到可考细节的举报就有三次 但在录音中体现已经很多次了 连青岛市政局的回复中都用了陆续 一次报警 有录音可考 警方给出正面回应 事件已经知道了 接到了很多电话 属于市场监管 正义网友不能接受 反复争取处理办法 哪里可以再投诉 哪里可以再处理 一次市场监管局短信回复 但热心群众的追问就是不用拘留吗 希望别人被拘留也要了解基本执法流程 不能虚抹黑执法工作啊 起码过程是事劝离 警告 罚款 拘留 而且也得是情节 一次 是长达三十多分钟的录音 热心群众转发录音到平台 拿来当攻击工军违法乱记的证据 一些网友在拍手称快 至此 网友都成了道德的楷模 都成了上课不会迟到一秒钟的好学生 都是核酸检测会一定会间隔一米标准的抗疫号公民 但我听取了录音倒是十分恶意 让大家一起了解事件情况 监管人员有理有据 依法不耐其反给出的解答 给出处理意见 而举报人明显不接受结果 寻求引导录音证明 举报人确实有较高的语言水平 不断质疑处罚 引导带节奏 公众人物接受监督肯定是没错的 但不是接受可以安排的 无休止的狙击 不但这样 网友还质疑起青岛方面某微博官媒 在官博下频频发出疑问并通话和监管 人员沟通的时候提出疑问和如何投诉 哦 大无语 国家赋予我们的真是太多了 拿出对公俊的万一认真 我们将公无不克 法律是守护我们的基石 不是想当然的网友的主观一段 监管更不是胡乱执法的流氓 而且监管人员也清楚说明不让店内就餐是倡议 倡议是什么 我不需要拿他读你着急找不到打击公俊问题的嘴 我要说的倡议并不只是你们想诋毁不成的文书 相反它是政府对百姓的爱护 是执法的适度和温度 朋友看见事件 主动和我聊他对这事件的态度 是问正义网友们你可有一刻真正关心过防疫问题 可有一刻关心过除了公俊以外的人 可有一刻关心过店家的处理方式 可有举报过监控泄露这样的行为 可有积极参与本地的防疫吗 哦 你们是外地人 在举报人录音中举报人亲自说的 总观事件 正义网友才齐心可诛 一次次宁可质疑倾倒监管不利 也要给公俊安一个违法乱纪 安一个特权的名声 真是居心叵测 这个事件正义网友才是最浪费社会资源的人们 既然正义网友知道当时的防疫是大问题 在已经有处理的结果下 还几次三方的打电话上网投诉 举报难道不是在浪费警力 不是在浪费监管人力 你们不会真的觉得那么繁重的 疫情之下警察还能好好休息吧 最后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 不只往你投入其中 不只往你捐钱出物 别胡叫蛮缠天乱 就算我们都尽心尽力了 但我也知道 很多网友不用人脑思考 不做社会考量 也没有基本的同理心 是一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离青岛监管不利也要给龚俊安一个违法乱纪 安一个特权的名声 真是居心叵测 这个事件正义网友才是最浪费社会资源的人们 既然正义网友知道当时的防疫是大问题 在已经有处理的结果下 还几次三方的打电话上网投诉 据报 难道不是在浪费警力 不是在浪费监管人力 你们不会真的觉得那么繁重的疫情之下 警察还能好好休息吧 最后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 不只往你投入其中 不只往你捐钱出物 别胡叫蛮缠天乱 就算我们都尽心尽力了 但我也知道 很多网友不用人脑思考 不做社会考量 也没有基本的同理心 是一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